《岳东瓷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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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时广州的瓷器 主要依靠江西景德镇的生产供应 随着口岸通商的繁荣 和外国人对中国瓷器的追捧 逐日对瓷器的产量和外形 有了更多的要求 景德镇的远水 越发解不了广州的进客 但是很多时候外国人 想特别订一些 他们喜欢的瓷器 图案有中西结合的元素 所以特别想做一些 特别家彩的瓷器 但是那时候广州 很多的瓷器 就是靠江西景德镇生产 但是那时候去景德镇 就不是那么方便 商船来到中国 就是停留很短时间 所以那时候聪明的那些航商 例如礼拼景德镇那些师傅 来到广州 教我们广州人 就开个瓷器厂 就做彩瓷芳 接外国人的生意 1928年 曹志雄的祖父看到香港商机 礼拼广州的瓷器画师来香港 在九龙城隔坑村道 开设香港第一家瓷器厂 进华龙广彩瓷场 经历了日本侵占香港 1947年 工厂战后重组 改名为粤冬瓷场至今 已有90多年历史 曹志雄说 随着内地改革开放 不少行家纷纷回内地办厂 粤冬瓷场的经营策略 也随之调整 因为那时候改革开放 就吸引很多香港工厂 回去深圳 珠海 经济特区 开厂 所以大部分 90%的我们的行家 都纷纷返上国内办厂 但只要我们留在这里 因为我们最主要 我们的对象 贸易对象 都是做给香港的 叫做外国人 或者酒店 或者餐馆 就不是最主要做出口了 谈话间 几位画师在工作室的角落 专注描绘瓷胎 他们大多头发花白 曹志雄告诉记者 广彩最重要的 就是画师的构图 刻线 徒手画出来的线条 起码要有几年的功底 我爷爷的时候 60年代全手画出来的线条 因为师傅为了保障自己 银食 他画开线条 是他自己专利的 他画开鸡就画鸡 画开鱼就鱼 但别人就不能够做到 那就是他保障自己 移印纸等工艺的应用 提高了广彩的生产效率 同时也减少了 对手工画师的需求 能够全身心投入 学习这门技艺的年轻人 更是少之又少 望着几位年迈的画师 曹志雄落寞地表示 如果这几位画师退休 他便只能卖存货 不能再生产了 而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广彩受到很多内地同胞 和本地人的拥戴 才能在疫情下维持生产 而自己女儿对广彩 见生兴趣 也让他看到一线传承的希望 很难得我女儿 渐渐现在开始对这行有兴趣 现在很流行在网上销售 一方面他帮我们在网上推广生意 有些都推广到国内 有些人偶然走来跟师傅 学下滑工 所以慢慢兴趣培养出来 但是一人做出来都是有限 所以我鼓励他多些 疫症好了之后 多些回国内 就是跟大家和行家交流下 将来发展都是要靠国内 大家互相合备合 互相合作才行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